生家白衣的老富豪 引起了年轻冒贝的小娇娘 还准备把近700亿的遗产 全部留给娇气 然而就在他准备签署遗嘱时 老富豪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刺身亡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一起来看这部谋杀遗案 尼克是纽约的一名巡警 妻子詹妮夫是个普通的理发师 俩人收入不高 生活过得是抠抠搜搜 而尼克做梦都想考上警探 升职加薪 这也是詹妮夫一直期望的结果 可尼克能力不足 女考不中 为了不让妻子失望 尼克骗詹妮夫通过了考试 现在他已经是一名警探 结婚纪念日当天 詹妮夫说起了 拖欠了15年的欧洲蜜月旅行 尼克现在升职加薪 他们有条件去了 但尼克知道实际情况 依然抠搜的 卖了50美元的礼品卡作为礼物 不过他看到詹妮夫愤怒的脸 也不敢拿出来了 只能故作镇定地表示 他早已经准备好了机票 本来想给詹妮夫惊奇的 这可怕詹妮夫感动得是热泪硬眶 尼克骑虎南下 只能咬牙和詹妮夫前往了欧洲 飞机上 詹妮夫喜欢看悬疑小说 但是旁边的尼克憨声如雷 詹妮夫无法专心看书 想要一副而塞 一文9美元 还是算了吧 书他是看不下去了 变成空姐不如意 流达到了头等舱 顺利一副而塞 离开时 看到吧台又吃又喝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由此他结识了旁边的帅哥查尔斯 查尔斯是大富豪的侄子 谈主见识 自然不是尼克可疲的 两人相谈甚缓 勾肩搭背 顺心的尼克看到后 第一反应 居然是惊讶飞机里有吧台 查尔斯是去叔叔的游艇上 庆祝叔叔新婚的 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 可新娘子却是查尔斯的女友 这就很难受了 查尔斯还邀请尼克夫妇 去游艇做客 很明显 就是故意让土包子 去给叔叔添土的 詹妮夫十分想去 尼克不答应 一来天上不会掉馅饼 查尔斯看起来 就不是什么好人 二来他还想和詹妮夫 过过二人世界呢 尼克一下飞机 看到旅行团的破旧大巴后 瞬间就改了主意 还是查尔斯这边的 跑车游艇乡 上船时 两人看到了一个 漂亮的女人 此人就是查尔斯的 女友苏西 不过她现在 应该叫婶子了 上船后 又碰到了富豪的独子 查尔斯心里有怨气 尴尬地和苏西打了招呼后 调侃地说道 要不是自己这个堂克 是个男同志 苏西估计会 偷入她的怀抱 虽然苏西和堂克 都有点看不起 这两个土包子 但毕竟是查尔斯带来的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会起来安顿好后 其他客人也陆续赶到 除了他们已经认识的 查尔斯 苏西还有堂克 剩下的我们一一介绍 首先是小有名气的女明星 老富豪的绯闻女友格雷斯 格雷斯倒不用别人介绍 尼克就是他的影迷 简直是黑人上校和他的保镖 上校年轻时 曾和老富豪一起上过战场 一次任务中 上校救了富豪一命 但也因此失去了 一只眼睛和一只手 随后是一个小国国王 国王的家族 是富豪重要的合作伙伴 最后是富豪的义子胡安 顶级的赛车手 签约在了富豪的车队下 就是有个缺点他不懂英语 客人全部到齐后 游艇也正式出海 而身为郑主的老富豪 出厂方式自然亦是毫无人性 在玩样开始前 乘坐直升机赶到了游艇 在宴会厅见到了众人 富豪让人把家族圣物 一把古董匕首给请了出来 看来是有重大事情要宣布 接着富豪一一夸赞了在场的众人 不过到尼克夫妇这里就卡壳了 搞清楚两人的身份后 富豪并没有在意 而是画风突变 指责众人都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吸血鬼 令人作呕 只有娇气苏西才是他的真爱 所以他起草了新的遗嘱 把近700亿的遗产 全部都留给苏西 一时间众人都目瞪口呆 女明星格雷斯更是摔门而去 尼克夫妇俩则兴奋不已 这可是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面 唐克一时间有点不能接受 毕竟他是富豪的独子 本来想劝说一下父亲 却被无情地回怼 其他人就更不敢多言 就当富豪准备在遗嘱上签字时 灯光突然熄灭 当灯光再次亮起时 富豪已经被刺身亡 上校手里拿着枪 而兄弟却是那把古董匕首 上校急忙解释 他是保护富豪 所以才开了一枪 赶过来的格雷斯哭着说 没人抢救一下了吗 尼克表示 心脏插了一把刀 怎么救 上校子直接把匕首拔了出来 好了 现在没到了 就吧 中人都傻眼了 纷纷指责 你这是破坏凶案现场 上校又来了神操作 他要把匕首给插了回去 哦 富豪说的一点没错 一群吸血鬼 没他 你们什么都不是 眼看局面混乱 尼克给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 各自回访 封锁现场 联系国际刑警 团靠案后 等待警方的调查 离开前 唐克看了一下遗嘱 幸好字还没钱 随后中人离开 船长封锁了宴会厅 回访后 喜欢悬疑小说的詹妮夫 根本就睡不着 拿着昏昏欲睡的尼克 讨论谁是凶手 突然又是一声呛呛 中人纷纷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发现唐克疑似自杀身亡 此日清晨 游艇在摩纳哥靠岸 国际刑警马上登船调查 负责案件的警察有个特长 眼圈图得特别远 那么就叫他方警官吧 方警官对船上的众人逐一问话 现场的情况 每个人的回答基本上都一致 当问及有没有可疑人物时 所有人的回答也是出奇的一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